字幕志愿者 袁彦 这个展览的作品 其实我们维尔博现在正在制作的电影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是罗刹国 这个电影里面有六个国家 罗刹国的国主主要都是木克为主 这次展的作品也是罗刹国国家 我们已经围绕着我们国家的窗户 还有动画文稿以及这个片子 这么大的尺寸难做的其实就是 首先是画很难的 因为你这么大的铺在地上是用墨织画的 用墨画然后铺在地上 你画的时候你要自己想象这个画立在你面前 你要退到远处然后看它的整体效果 你会这么去想因为它没有办法来讲 这个呢实际上是你用两种思维的视角去面对这个画 一个是来自于你的想象 一个是来自于你的就是画的具体的美语 然后再来我们就是刻 刻的时候呢细节吧 很细节 这刻就是当然了刻一个局部 这个可能这个这个相对来说 ok 一点 但是如果刻成章 这个是对心理上的具体 这部影片真正从剧本的构思的话 应该是十年以前吧 然后呢 它里面有很多的元素 其实也来自于过往的这个 在在二十多部那个短片当中一些思考吧 然后在这个电影里面会有一个更深入的体现 因为这个片子这么做 确实是很复杂 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不做可能接外就不会有人做了 我们采用了各种材质 就是同时又去做动画的 也偏的 然后同时又这些材质都能够去架 还有一个是 就是我有一个这个我们的模糊十来年的团队 所以说这几个条件都放在一起 我觉得得留下一个这样的东西 做一个就是 起码做一个我们自己无法再复制的这样的片 嗯 对啊 是很贴切的 因为首先它跟这个作品来讲的话 其实它这个千条九千条月 比如说 所有的人进入展厅 每个人会感觉到不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千条九千条月 然后我们今天处在一个这个 现在这样的一个大时代里 大的时代背景 每个人的生情状态 每个人的感觉 都是不一样的 面对同一个时代 会有得到那么多不同的 所以说每个人心里做的月亮 即使你做的月亮 我不是 即使你做的月亮 我不是 好